乌克兰全面进攻俄罗斯,乌东俄军发起自杀式冲锋 乌军在俄本土攻城掠地,俄罗斯若失去西部三州,后果有多严重 乌克兰外交圈彻底打乱,援助物资难以支撑乌克兰导弹梦 乌克兰大使参拜靖国神社,企图拉拢日本 乌克兰全面进攻俄罗斯,乌东俄军发起自杀式冲锋 今天是乌克兰战争第925天,根据乌总参公布的最新数据 过去24小时里,俄罗斯军队共损失1200人,其他装备方面损失如下 就在俄罗斯刚刚袭击完乌克兰波尔塔瓦州,波尔塔瓦市造成53人死亡 298人受伤后,接着又无差别轰炸了乌克兰利沃夫市 造成包括两所医疗机构和两所学校,50多栋建筑毁伤 截至目前,受害者人数已增加到46人 泽连斯基老家克里维赫今天早上也遭到俄罗斯导弹袭击 共造成5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有4所教育机构和一座酒店在袭击中受损 流出的视频显示,遭袭击的现场,犹如世界末日 到处是钢筋水泥残骸,燃烧的火光,以及哭泣的呼喊 最悲惨是一个无口之家 除了父亲幸存下来外,妻子和三个年轻的女儿都丧生在袭击中 很显然,越是这样歇斯底里越代表内心深处的懦弱 他们怕西方解除远程武器限制 那样的话,俄罗斯军队将在战场上彻底失败 从俄罗斯外交部向北约发表的两份威胁性声明 可以看出色力内人的本质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 他们不应该拿我们的红线开玩笑 外交部发言人马利亚扎哈罗娃称 俄罗斯将对北约做出极其痛苦的回应 我相信他们这几天已经目睹了很多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回应极其痛苦 乌东战场最新战报 多个信息源和视频证实 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攻势已开始放缓 战场信息显示 乌军高层在红军城外围 集结了多只此前从未露面过的旅籍战斗群 在SW战报中 发生在哈利斯尼夫卡的战斗表明 乌克兰军队通过巷战 至少收复了突出部左翼腰部两个村庄 一支由7辆坦克 17辆装甲战车组成的俄军机械化纵队 今日向马林卡北部的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推进中 被乌军侦察无人机发现 乌军第79空降旅 立即投入反击 摧毁进攻者3辆坦克和3辆部战车后 俄军又退了回去 15名俄军在进攻中被击毙 在马林卡西部的库拉霍沃 乌军第46空击旅 击溃了俄军两次进攻 摧毁进攻者7套装甲单位 包围并俘虏了多名俄军 客观起见 以下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 波克罗夫斯克战况制定的地理图片 乌冬战场上 今日还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 在东线南部 湾拉达尔和南线的 Roboting战场上 都出现了俄军自杀式冲锋 在湾拉达尔战场上 流出的视频显示 数十名俄军 迎着乌军的猛烈炮火 肉身冲向阵地 Roboting轴线上 也出现了同样的一幕 在这一过程中 没有任何装甲单位 或空军支援 与二战中日军的 玉碎冲锋如出一辙 两场冲动的结果 当然是以进攻者 全部死亡画上句号 问题是 俄军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行为 库尔斯克战场最新动态 苏夏以北克里涅沃方向 今日的战斗非常激烈 一支运载俄军的车队 在该方向被摧毁 我们昨日报道了 乌军在克里涅沃东北 拿下了七个定居点 目前已确定新增控制面积 175平方公里 乌军的战略目标很明确 至少向俄西三州边境 纵深推进60公里 从而控制和封锁库尔斯克 布良斯克与别尔格罗德边境 建立其缓冲区和根距地 切断俄罗斯人对乌冬补给 库尔斯克将很快进入雨季 泥泞的路面会让攻防双方都变得艰难 四日我们报道了 乌军旅热计无人机正在快速普及前线 目前乌军有多个作战单位 在使用该型无人机作战 此外乌克兰还开发并开始应用 能够携带自动机枪的 的野黄蜂FPV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能够从低空向地面部队 泼洒弹雨 乌方袭击克里米亚 俄大型巡洋舰遭重创 根据乌克兰的官方媒体报道称 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 乌军使用巡航导弹 无人机和无人艇 对克里米亚发起了大规模攻击 克里米亚大桥受损不大 8小时后又开始通车 但黑海舰队大型巡洛舰卸尔盖 克托夫号遭到重创 很可能已沉没 这艘94.1米长 排水量1800吨的大型巡洛舰 造价6500万美元 是2021年1月29日下水服役的新舰 具有一定隐身性 可发射口径巡航导弹 并能够起降直升机 但舰在武器系统 面对无人艇的攻击时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尽管已躲到了克里米亚最东端 依然难逃被送到海底的命运 乌克兰的高速攻击无人艇 已完成了升级 新型的Magurang V5马克拉 可携带850公斤TNT炸药 即可水面航行 也可半前行 攻击距离960公里 在美西方的预警机 甚至F35引导下 可长途奔袭 由于这种小型高速无人艇 一般都是半夜出击 俄军既发现不了 或者说发现了没有摧毁的武器 一直被追着打 自2023年11月9日至今 短短三个半月 这种科技含量并不高的无人艇 已将黑海舰队的五艘舰艇 送到了海底 甚至包括一艘 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 堪称战果辉煌 战场之外最新动态 泰晤士报近日报道称 普京正在指示俄罗斯科学家 研制长生不老药物和技术 其中包括组织细胞衰老 以及人造器官等 并有未经证实的消息 俄罗斯体操女皇卡巴耶娃 已为普京生了两个儿子 两个孩子分别出生于2015年和2019年 目前居住在诺福哥罗德州的瓦尔代市 孩子们几乎不与同龄人交流 普京以每月7700欧元月薪聘请了一名西方教师培养孩子 驻扎库尔斯克的俄军506团士兵 今日发布了一段视频 指控他们的指挥官滥用职权殴打士兵 勒索钱财 并从战场战死士兵卡上取走现金 他们希望得到正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 今日在远东经济论坛上 谈到美国大选后表示 我们最喜欢的是拜登 但是他现在退出了 还推荐支持卡玛拉 哈里斯 俄罗斯将听从拜登建议 也支持哈里斯 哈里斯的笑声极具感染力 乌军在俄本土攻城掠地 俄罗斯若失去西部三州 后果有多严重 乌克兰防务快报消息 泽连斯基总统向乌克兰情报总局 和乌军下达攻击俄罗斯本土 必须取得重大成果令后 乌军开始对俄罗斯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 乌克兰这一项军事行动出人意料 也意味着俄乌战争继续升级 但这种升级又在情理之中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虽远必诛 这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任人欺负的说法 因此 在这场战争中 俄罗斯损伤惨重 众所周知 俄罗斯西部三州 库尔斯克 布良斯克 和比尔格罗德 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豁口 我们先来讲一下库尔斯克 该州总面积为 2.98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110万 地势平坦 交通发达 黑土地肥沃 是俄罗斯西南重要的安全屏障 这里属于西部 矗立着通往欧洲天然气计量总站 北部有着最大的米哈伊洛夫斯克铁矿 以探明的锄量 就达110亿吨 中部库尔夏托夫核电站 则是俄罗斯第三大核电站 也是周边10个州的电力供应员 若被切断 这10个州的生产发展与经济活动 都将被按下暂停键 乌克兰军队 目前就在该核电站10公里外 然而 比尔格罗德州 与布良斯克德州的重要性 同样不可忽视 且不说 比尔格罗德州面积2.71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200万 是俄罗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也是俄罗斯甜菜和白糖生产基地 此外 该州北部的露天磁铁矿 储量占比俄罗斯80% 与比尔格罗德战略位置同等重要 是莫斯科通往乌东四周的运输大东脉 一旦失守 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二周 也很难保住 就是布良斯克也非常重要 这个周虽主要以农牧业为主 矿产资源也不丰富 但战略位置重要性无与伦比 也是俄罗斯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其总面积3.49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138万 地处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 北部边境距离莫斯科仅170公里 是莫斯科的门户 一旦失守乌军的铁甲洪流3个小时 就可以到莫斯科 后果不堪设想 一旦这个州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俄罗斯西部与白俄罗斯的路上通道也会被关闭 俄罗斯输往欧洲的粮食 铁矿石等产品再也无法过境 经济会遭到重创 而一旦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地缘关系中断 成为非邻国 白俄为了国家利益 一定会投入欧美怀抱 导致俄罗斯向西的路被彻底封死 地缘环境愈发恶化 地缘关系完全被孤立 接下来 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 讲一下相关重要性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 一旦失去俄西三州 俄罗斯会因国土都守不住的无能表现 导致大国地位与国际形象一落千丈 此后不会再有国家 把俄罗斯当作强遮礼净 之前积累的军事 外交等财富也都将化为泡影 这却只是比较明显的重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 俄罗斯若失去西部三州 强权崇拜的文化心理下 俄罗斯国内必然民怨沸腾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内部对手也必然趁机发难 政权土崩瓦解的几率非常高 普京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但克里姆林宫不是只有普京一个主人 还有整个俄罗斯人民 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声明 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没有兴趣 控制俄罗斯领土只是为了换回乌克兰的领土 但这个也是比较让人难以接受的 哪有外国军队长期占据本国领土的道理 而且这支军队还是400年来 一直被俄罗斯人鄙视的三等公民乌克兰人 基于以上种种 克里姆林宫丢不起 也绝不会放弃俄西三州 更不会允许乌克兰军队 一直在俄罗斯领土上存在 会不惜一切代价的确保国家领土完整 与俄罗斯人文化心理平衡 从相反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只要乌军继续在俄境内开疆拓土 乌东战场的俄罗斯军队主力 就必须大举回援 因为没有选择 所以我们认为在乌克兰丢得起乌东四周 而俄罗斯丢不起俄西三州的非对等博弈态势下 俄罗斯很可能会率先败下阵来 至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不得而知 乌克兰外交圈彻底打乱 援助物资难以支撑乌克兰导弹梦 大家都知道 2023年9月4日 乌克兰时任国防部长 巴列克谢·叶兹尼科夫辞职 但是仅仅间隔了一年 泽连斯基开始对政府高层团队进行战时的第二次重大改组 再包括战略工业部长亚历山大 卡梅辛 司法部长丹尼斯 马刘斯卡 环保与自然资源部长鲁斯兰 斯特里列茨 国有资产基金会主席维塔利 科瓦利等一系列内阁成员 相继向议会提出辞呈后 外交部长库列巴也向议会提交了辞呈 乌克兰最高拉达议长鲁斯兰 斯特凡丘克表示 议会将在即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他的辞职 根据乌克兰的相关法律法规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需要由总统提名 议会确认 而其他部长则由总理提名 所以这些辞职者中 库列巴的官阶最高 地位也最特殊 泽连斯基曾多次表示 秋天对乌克兰来说极为重要 我们的国家机构必须建立起来 以便让乌克兰能取得我们需要的所有成果 虽然乌克兰政界重大事项因战争停止 但今年按照常规是乌克兰的换届年 换掉一批部长也正常 库列巴的辞职 据称是可能他未能说服西方盟友 放宽对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领土的限制 可是库列巴是内阁中最知名的成员之一 但他最近几个月 关于防空系统和放宽西方导弹限制的呼吁 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 相关媒体报道 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 进行远程打击 对于削弱整个战区的俄罗斯军事能力至关重要 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的限制 将是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战争努力 所需的各种重要目标 但作为乌克兰外长 在拜登政府决心不升级的战略下 靠着他去说服西方 解除远程武器 打击俄罗斯本土的限制 其实分量并不够 责任并不在他 事实上 乌克兰外长不管是善于打太极 还是直言不讳都不会改变欧美元污的大方向 但在细节上 诸如防空系统和解禁远程武器上 欧美都会按照自己的步骤 不管乌克兰人的痛苦有多大 他们都有各自的程序和官僚作风 他们无法体会每延迟一秒钟 都会让乌克兰人承受太多本不该的痛苦 库列巴为了西方武器能快一点支援战场 冒着和这些盟友撕破脸的风险的 直言不会是出了名的 今年4月10日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中表示 希望自己强硬的外交新风格能够取得突破 因为以往太过于软弱的作风 没有什么效果 他曾公开表示 外交团队已经确定了 有100多套可用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一些邻国用来保护港口或机场的防空系统 都不止一套 他很难理解一些国家不愿意给基辅 哪怕其中的一套 库列巴在北约峰会上 直接明确表示 西方支援物资不够 谁能相信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联盟 找不到7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来提供给世界上唯一一个 每天都在遭受弹道导弹袭击的国家 而他的贸然发话 则是因为地位不够 总统顾问和西方正要打交道的机会少 可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因为地位低 甚至以此刺激西方 但作为外长 库列巴的这种风格 显然不太适合外交上的圆容 打怕再不愉快 都保持脸上的笑意 这是西方外交传统 其实乌克兰整个政界 现在都不好做 各部门负责人在接受CNN记者采访时 也已经递交辞职的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亚历山大 卡梅辛表示 乌克兰有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和导弹 但却尴尬的没有足够的资金制造这些武器 因此 乌克兰今年在这些战略武器的产量上 只能达到一半 这就证明了 乌克兰在仅能依靠自身远程武器和俄罗斯对射的情况下 产能同时也因为资金受限被绑着手脚 当然 乌克兰现在和西方类似 把困难都希望说到更大 料敌从宽 不像是俄罗斯那样 整天说没困难 绝对没问题 也就是说 西方援助乌克兰的资金不少 但多数属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专项资金 例如弹药武器 这些都是有数的 其他援助有的是能源 有的是农业环保教育 专项资金的条框太多 不足以发挥起军工潜能 但毋庸会言 因为腐败传统 西方也不大放心 将如此多的资金 直接划拨给乌克兰 因为如果援助太多非专项资金 很可能在国会都无法通过援助法案 当然 这也可能是西方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的源头限制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乌克兰部分高官也开始了病急乱投医 乌克兰大使参拜靖国神社企图拉拢日本 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且得到了相关证据作证的 乌克兰驻日本大使馆科在网络上发了相关视频和图片 虽然已经及时删除 但不能说没有存在过大使参拜了靖国神社 悼念为国捐躯的人们 对于这件事 我们的看法就是反对侵略者和侵略行为 无论是什么处境 也就是说 我既支持乌克兰的为国战争 也反对任何人参拜靖国神社 这二者的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值得推测的是 我认为科尔松斯基很可能只是希望打一个擦边球 借此加深和日本的关系多要点援助 而非要为战犯战魂 因为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歇时代以来 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及军属 而不仅仅是二战战犯 并且我认为这是一次明显的个人行为 并非乌克兰整个国家的一致看法 从事实出发 这个败鬼行为也伤害了韩国等乌克兰盟友的感情 泽连斯基身边的众多智囊 不会让他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目前乌克兰对此还没有官方说法 我们还是等官宣吧 最后一点要说明的是 克尔松斯基用他的错误 给所有人上了一堂 什么才是真正的保家卫国的课 俄罗斯一直声称 其出兵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也就是说 俄国大兵去乌克兰 是保家卫国去了 这个说法与当年的日本不谋而合 日本当年也说自己是为了民族生存空间而战 这应当是他们不愿意将二战战犯移除靖国神社的心理根源 这就是无稽之谈 这帮畜生是国际公神所认定的战犯 不是什么民族英雄 这一点毋庸置疑 任何企图为其招魂的行径 都是在挑战现有的秩序和国际法律 因为保家卫国 是要以国际法为基础 不是你说是就是 这些人是国际法律